韩志恩在他国中时父亲突然离世 他因此对上帝十分的愤怒 离开了教会追逐世界的金钱和情感 却背负了上百万的债务 身体也弄坏了 直到天父带他回家 牧师和师母帮助他重新认识这位上帝的慈爱 慢慢回归健康的生活 现在一起来听听他的见证 就是在我刚说洗眉多久的时候 我那时候去参加母堂的遇见神音会 他其实在前面几堂课 他有一刻是天父的爱 那时候最后在浸泡祷告的里面 我就看到我自己就是脏兮兮的 然后破破烂烂的样子 然后天父他走过来拥抱我 他愿意拥抱我 但是其实我当下是有点抗拒的 因为我觉得我啊我这么脏 我这么的残破不堪 你还要来抱我 根本不配让你去拥抱 对可是呢最后还是被拥抱的 而且是很紧很紧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 我第一次经历天父的爱 就在那个遇见神语会里面 就那时候在神学院那一堂课当中 最后一段也是在浸泡 但是就是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说 我的生命状态是有受伤啊还是干嘛 都来自于我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是属于比较严厉 甚至他比较不会说出肯定跟赞美的话语的人 所以我一生表现我都觉得 我是要得到他的肯定跟赞美 然后就在那一个浸泡的过程里面 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画面是 我爸爸他很爱我 他就在那边每天背着我 就是为了让我多睡一点 所以他都会背着我去坐娃娃车 对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一样是背着小时候的我 然后在我那个眷村的巷子 然后要走到去坐娃娃车的路口 就背背背背到最后 我就变成是感觉是天父是在背着我 然后最后领受的一段话是 天父告诉我说 爸爸他是真的很爱你 而我也很爱你 你不是一个人 对 然后当然我们结束之后 我还是坐在位置上面安静 因为我已经也是哭到气不成声 但是我就一直听到声音说是妈妈 妈妈我说妈妈怎么了 对 但是好像是要一直要我去跟妈妈做一个和好 老鼠东说 但是其实我其实不敢去跟我妈有个沟通 因为他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母亲 对他在信仰上面的标准是对我来说是 过去都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高的 对那我都一直不敢还有沟通跟敞开 跟一个对谈 可是那一次我就是在课堂一结束 我就是马上立即的传来传讯息给我妈 跟他约说妈我今天下午能不能跟你见个面 对这可能是我幸福以来最顺服的一次 因为对我来讲我的个性算是一个蛮悲逆 蛮不顺服的一个孩子 对那时候我就选择顺服 然后就传line给他之后 我们下午就见面了 那见面了我把这几年我对他的不满 对爸爸的不满 甚至所有的委屈不公平的对待 还有更多被他拒绝的事情全部都跟他说 其实我心里很忐忑 我很怕他又会骂我 甚至他会想要反我说的每一句话 可是他却都没有 他反而是抱着我跟我道歉 然后说妈妈不知道你 我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让你这么难过这么痛苦 妈妈对不起 对他抱着我跟我道歉 然后我们就是个和好老鼠动作 我就在他怀里面这样子一哭 我们就一直互相拥抱 所以我就觉得说上帝就是可以透游我 我的母亲也让我感受到 真的是有爱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跟妈妈说 我今天愿意跟你坦白这么多事 因为我不想再当一个没有爸妈的孩子 我想要当一个有爸妈的孩子 我不仅有天父爸爸 我也有你跟爸爸妈妈这样子 其实我过去在这个信仰里面 长大的 对我来讲我觉得 上帝就是一个很严厉的上帝 对我来讲就是很可怕 因为可能自己的状态会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就是充满的罪 我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个天父的部分 就是不敢靠近 所以就是会很抗拒走到教会里面 对那在经过这几年的转变 跟还有跟妈妈和好的部分 神透过妈妈让我感受到就是 其实神他是非常的慈爱怜悯的 不是像我过去的所认识的 就是好像会把我顶罪 甚至让我觉得我活得很不自由 这样子 所以透过这几年在教会的装备 跟他特会 以及牧师师父他们的牧养 然后甚至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 然后甚至透过跟母亲的和好 这个过程里面 让我发现神真的是充满慈爱怜悯 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的严厉 我们所有的一切上帝都会来保我们 去接纳我们 让他会用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脱离我们所待的罪的地方 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充满自己充满的罪心 但是神会用他的方式 用你可以接受的方式 不会让你那么痛苦的方式 带你走出来 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对 当我开始我愿意了 我愿意敞开之后 神他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动工 也至于我现在可以活得更自由 更释放更开心 我想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高兴的 就很像他好久都没有回到教会 虽然他从小的时候都在教会里面 我觉得神都已经在呼喊他了 感谢主他在二十几岁又回到教会里面来 我相信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又重新的换回这个孩子 那感谢主 你们也是因为这个孩子 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因为他可以影响别人 也可以帮助别人更多回到教会来 感谢主 我很希望已经在教会里面有成长 好像又失去了教会生活的孩子 都能够赶快回家 感谢主持人 感谢主持人 欢迎你们哦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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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得感谢观看 你们期待